身穿白色婚紗戴著蕾絲頭紗 藝人林克彤從書畫到婚紗照拍攝 找了知名婚社公司記錄婚禮過程 其實不只他 像是藝人徐乃琳兒子 歌手梁維英 美國職棒陳維英 都曾清點這間婚社公司 在業界小有名氣 不過這間公司 卻遭到台北士林萬利酒店提告 因為外包攝影師 把飯店房間給毀了 當時真心攝影師 就是把衣架掛在消防灑水頭上面 消防灑水頭爆裂 啟動到消防灑水設施 三間客房的裝潢都毀損 小小消防灑水頭 怎經得起衣架重量 大量水瞬間灑落造成的損害 萬利飯店氣得向攝影師 和婚社創辦人求償 包括飯店修繕費 房客補償 以及三間房 二十天的營業損失 總共一百一十三萬兩千兩百九十二元 但開庭時 科興創辦人沒有出庭 警句狀表示 正信攝影師不是員工 沒有指揮監督和從屬關係 正攝影師則聲稱 這樣的行為和飯店損害 沒有因果關係 不應該負賠償責任 而且房客賠償和營業損失 也沒有理由 兩人都聲明不會告訴 不過法官則認為 正攝影師雖然不是故意 但屬重大過失 應該要負過失責任 對於科創辦人的主張 則認為他和攝影師 兩人有雇佣關係 兩人得要賠權額 面對巨額賠償 實際致電給婚社公司 沒有人回應 公司也沒有相關人員 萬利則表示尊重司法判決 而其他飯店業者表示 遇到拍攝婚紗的新人 入房前都會提醒 千萬別將重物掛在灑水頭上 這次攝影師為了新人回憶 大搞創意 非但錢賺不成 反而大賠一筆 華視新聞張德森 蕭宇秀 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 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